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孩子一岁 凯旦后也是拳脚相加 要么就是拽着你头发往墙上顶 用拳头或者用脚去踹身体的后方后背部分 一年之内也就报了五六次警了 没有任何用处 警方是不管家庭夫妻之间的这种关于暴力的事 我才决定去起诉离婚的 她就把孩子从我身边夺走 由她母亲一起藏匿起来 这样两年时间 等于是没有见到孩子一面 我希望更多的女性朋友 能够通过一些司法的颁布 知道用什么武器来保护自己 这是我觉得能够尽自己的一些微薄的能力 去帮助到一些其他的朋友 能够避免这些家暴的更多的伤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